随着今年年初,中国与新加坡、泰国相继互勉签证,东南亚航线的邮轮旅行逐渐吸引更多中国游客。 近日,记者在走访名胜世界邮轮云顶孟号时发现,这周从母港新加坡出发,搭载3500名乘客的邮轮中有不少中国游客登记入驻,并开启长达5天的泰国、马来西亚之旅。 名胜世界邮轮总裁吴明发在集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自新加坡、泰国相继免签以来,中国游客比例显著上升。 邮轮也为中国游客提供新春菜品以及龙年特色表演,以迎接旅客的到来。 疫情之后,其实在许多消费者,他们其实对邮轮的认同跟认知都有非常多的改善。 免签证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,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。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方便,就能够来新加坡观光,那观光之后就上我们的邮轮,那我们的邮轮也把它带到马来西亚区,带到泰国去。 我们会把东南亚地区,甚至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节热的这个庆典,搬上邮轮。 我们中国的乘客上到邮轮之后,真是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气氛。 据了解,这艘长335米,宽40米的邮轮约有19层楼高,排水量达15万0695吨,客房数量达1600多间。 船上提供特色设施、娱乐体验及国际美食,让游客以最舒适的方式到达泰国普及岛、马来西亚的吉隆坡,发掘最新的旅游热点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船上的游客络绎不绝,其中不少都是举家出游。 在邮轮最高的18层下班上,有不少游客拍照留念。 我来自于黑龙江、哈尔滨的,我们也是趁着这个2月9号开始的新加坡免签的政策,我们来看一下。 因为毕竟过去疫情三年呢,出国很不方便嘛,那么免签开了以后呢,那可能对我们东北的地区呢, 尤其是喜欢到阳光、沙滩和大海,会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。 我们说游轮叫旅游的终极方式嘛,因为它的吃住行都在船上解决了, 不过也真算是一流吧,东南亚各国家免签政策的开放,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跟全世界的各国家都能够连接最美好的友谊。 游轮上的表演人员向汽车表示,连日来,游轮剧场里的中国观众比例显著提升, 他们收到了来自很多中国观众的称赞和祝福,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,来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。 我们每次看到有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,享受这些美丽的旅游客的旅游客来到这里,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有趣,我们有时会跟他们聊天, 除中国旅游客外,船上也有来自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不同族裔的旅游轮也为旅客提供不同地域特色的餐厅、服务及娱乐设施, 以适应各族裔旅游客的需要。 有新加坡游客向记者表示,自中国与新加坡互免签证后, 他便立即选择乘坐游轮去中国看望亲朋好友。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,2024年春节假期, 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351.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境,日群高达169万人次, 较2023年春节同期增长2.8倍,恢复至2019年春节同期的近9成, 查验跨境交通运输工具45.9万加次,较2023年春节同期增长1.6倍。